台中機場過夜停機坪增7個 間鋒時段起飛增4班 台中國際機場近年來客運量成長不少 中央地方政府也規劃 居民跑道分離 將增設7個過夜停機坪因應 當然我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交通部同仁 在三年的期間 可以如期如值的來完成這個重要的工程 投入250億人 打造一個真正是國際級的機場 林佳龍說這是2035年整體發展計畫 未來將再投入9.9億元做航廈整件 將原先的總容量290萬人次 增加至369萬人次 降落有時候時間又不確定 降落之後又不能夠過夜的話 所以隔天一早要能夠從台中擠飛 一定要有過夜機坪 啟用典禮在鱸骨身中正式開始 一架華信航空班機緩緩通過會場 同時左右兩側還有水柱拱門迎接 增設7個停機坪完工後 總計有18個停機坪可用 除了在航班調度更靈活外 更可以提高航空公司進駐意願 地方重新台中報導